What's the time with Bob 是我們到20G 還可以按進去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現在早上9點半 我們今天要去錄影 要去錄影 好久沒有錄了 但我先說前提啦 前提是 我們今天所有的拍攝 都是我們前晚上 彼此先把快摔試機通過了 然後等一下 因為我們有一個朋友會來 那朋友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要求他用快摔試機 過了我們才會正式的開始拍攝 好不好 我們是保護大家保護得好好的 請放心觀看 接下來我們要先去我們的 竹東全聯 買東西 Let's go 好了我們現在人來到了 竹東的全聯 那我們要來採訪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要的主角 我們的廚師 Peter黃 黃先生 請問一下你今天 想要做什麼料理 給我們的來賓師呢 哈哈 他沒料到這一道 我不會就沒有 大概居酒屋方向的 居酒屋喔 你今天要做什麼 大概有沒有 烤魚 大阪燒 炒谷瓜 油燜海鮮啊 大概這類型吧 你有考慮取我嗎 他是我的 趕緊 你在誇笑 好啦我們去買東西啦 好我們在竹東全聯 拆買完了 我們現在要去我們 這次要去的營區叫做 白蘭時光 我們要在這裡度過一個白蘭時光 耶 終於到了 我們把整區全部包下來了 因為我們不想跟別人接觸 所以我們會在那一區 但明明其實三個棚子要一區就好 但我們租了三區 這就是成年人的露營法 我們在三區包了三區 全部都是我們的啦 我跟你講啦 全部都是我們的 我們不會接觸到任何其他的人 好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的帳篷要怎麼搭好了 我們可以來看看Pieter大大的一些想法 他已經給我坐下來喝啤酒了 對不對 賤人 然後你們說viewlander 不然就是我們天棚架在靠那邊嗎 那邊架橫的 我們的帳篷就在這一刻 你們兩個同居 你們就這邊給你們吧 我們去看一下他的設施好了 這邊我跟阿賢來過一次 看起來不錯啊 因為你看他每個地方都有 就是水槽都很新嘛 電線很多個地方都有 就是他有浴室的樣子 這個廁所浴室 而且這女車這樣 這女車 哈哈哈哈 黑選機冰箱耶 挺好的 喔還蠻乾淨的啊 不錯耶 還不錯 挺好的 先搭天幕 先搭天幕 先搭天幕嗎 對先搭天幕 那先搭天幕吧 新的野餐店是不是很不錯 好大喔 超大超爽 你在上面看的很小 你的朋友們打包 把他自己手手打包 腳再動一下就好了 你不覺得我這邊很像一個 就是可能 RPG遊戲 賣神秘教具的NPC嗎 對啊你上面會有一個標價吧 對對對 這邊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哈哈哈哈 搭的差不多了 剩下我的帳篷 然後我們搭了一個天幕 好天幕 然後這是我的 休息小空間 配大地墊 然後我等一下 來搭帳篷 因為好熱 所以我 剛剛發燃了一下 他們都搭好了你看 他們都搭好了 擺飾配色的小精靈 欸 高山空氣熱吸飽 我戴口罩搭 很累 會喘 這邊有一千出捏 幫拉拉幫拉拉 幫拉拉 我們很像在別人院子錄影 然後那個大叔一直在那邊 呃 引主啦 引主 好 我們的場域目前全部搭建好了 那我們要先吃東西喝東西 然後這是我的帳篷擺飾 我們的配置比較屬於 我們不是很在意睡的空間要很大 因為我們通常都待在天篷下 所以我們都買登山帳 就方便搭方便收 然後也很輕巧 然後這是我們攜帶的部分酒 在這裡 好大概是這樣子 不知道部分是不是 對 我們只有三個人 主要三個人在喝酒 因為明天早上有可能是你開車 那我們就等著吃我的 中餐 下午茶 雖然說我們這邊都是快篩過彩排 但我們基本上今天的設定還是 再稍微保險一點 四個角落 一人一個這樣子 所以我們到時候還是會用餐啦 然後我今天其實喝啤酒正常吃不加冰塊 因為我很渴 我現在想喝 非常非常冰的啤酒 你好像過得有點開心 很爽耶 然後來吃我們的主廚特製披薩 什麼披薩 什麼披薩 漢堡 漢堡 那做點是不是太快了嗎 兩片培根 融過的起司 然後 高級的牛排肉 雖然說我們只買到了鹼脂培根 可是我覺得這時候鹼脂培根是對的 因為很脆 然後沒有很油 然後肉有它的油脂在 搭配上起司 好 我們來喝酒了 香之山 養命酒製造 然後加FIN 這個感覺就是有一點 養命養命 藥草藥草 健康健康 相對健康的一個混合啦 通常我會在下午錄影的時候這樣子喝 好像人生可以活得更長一點 相對健康 相對健康 但沒有啦 這樣真的不錯啦 因為這樣就是香之生有一個草味 然後混下去其實會變成淡淡的勤酒 剛吃了一個漢堡 然後剛喝了一瓶啤酒 現在又喝了酒 所以早上可以再做一點東西來吃 好的 我們現在人在新竹的五峰鄉 我們募集到了流浪廚師P先生 我們來詢問一下P先生 現在要做什麼樣的料理 P先生 做一個大阪燒來吃好了 大阪燒 我們在山上做大阪燒 要嗎 好 要要要 要要要要 雖然我很感謝P先生幫我們做大阪燒 可是他頭髮盤起來的方式 就很像什麼女生洗澡前盤起來 我這次角度看起來有點不爽 我覺得有點不爽 不好意思 P先生一般就是綁馬尾嘛 他今天這樣盤起來的突然就是 頸部露出來 然後他頸部還蠻漂亮的 就有點堵攔 有點堵攔 不是 你不要因為這種事情堵攔 好不好 你會說自己堵攔 不要好好耐心 我覺得我自己 來 我還是喝酒好了 小心晚上有人會開你的門 你的門沒有鎖 我會睡車上 我會睡車上 你拍那麼久了 幫你弄一杯啦 喝一下 喝一下 另外一個相對健康的 我們的野菜生活雙檸檬 一定是 我不要再用那個梗 太老了 太秀了 好 調好了 起床不是先吃飯嗎 那起床要先怎樣 先喝一口酒 好 喔 看起來很不錯耶 有考慮擺攤位嗎 為什麼每個都要擺 他們要擺多少攤 欸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會不會太爽 來露營就是這樣 就是東西架好的時候會 比較累 然後坐下開始喝酒 然後喝酒吃東西 然後吃完東西就是睡一下午覺 午覺睡完起來喝酒 然後沖吸 然後喝酒 可能再回去睡一下午覺 呵呵呵 你的午覺多長了一下 多睡幾次 好吃啦 高評價 起霧了 霧好大喔 而且好像有點越來越 越來越涼的感覺 可是這一次跟我們 跟我們上一次露營比 的確是 高山的天氣比較舒服 只是比較難呼吸而已 對 而且沖比較少 呼吸 我覺得真的有點 比較難呼吸耶 因為覺得整體的空氣 比較薄一點點 尤其是我們如果要去移動 或是要去廁所 我們口罩 戴起來的時候 就是 會有一點喘 不是會胖喔 不是 會有一點喘 用了一天手機該充電 在這邊我們可能沒有業配 好大耶 沒有業配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露營的時候 很常時候會缺電力 我以為 我最早以為 所以我就買了一顆 超大的電池 但我覺得這東西 超讚的 就是基本上 大家就是在搶 插座的時候 我就說你們搶吧 我直接用一顆超大 而且這個大到 它還有插座嘛 我就是插座 我就是插座 我就有電力 當你的手機電 出滿的時候 都市人的 手機電量焦慮就 沒有了 沒有業配沒有業配 真的沒有 我只跟他講說 我們大概就是 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覺得不錯 那個P的基本上 就是處於那個 廚具專門 然後我這邊是電力組 我是電力組 所以我基本上 電燈阿準備的阿 都是很完整 一個露營要很完美 基本上大家要互 因為像這天篷就是 就是幫你買 所以我們基本上 沒有人有重複的東西 如果你們要充電的話 我還有兩個孔可以借大家 多插頭 多插 這也是你的停車場 這裡是你的停車場 這裡是你的停車場 幹死啦 幹你車真的好大坎耶 可是我... 欸很遠耶 是不是喔 是你塞車好不好 走走走 我們先快塞 好先快塞 先快塞 快塞我們 快塞 你要去哪 他想回家了 那我要回家 哈哈哈哈 他剛剛來的時候塞超久 他大概再多塞了一個小時 好六人士 快塞過關了 他剛剛問我說快塞沒過怎麼辦 我說那你就自己睡旁邊 我們不接觸了 然後你明天早上自己開車回家 直接下山 直接下山 終於是他有點高山症 所以他開過來暈車又頭暈塞車 我第一次自己開車自己暈車 哈哈哈哈 你是...你車泊的話 你後面的東西要移出來嗎 沒有啊其實我... 我很常去露營我都是... 開這台車然後... 就是我把整個... 椅子攤平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窗墊 我有帶窗墊 我應該有帶到吧 哈哈哈哈 沒有我有帶到 然後就直接摔在窗... 車上這樣 幹你這車真的超大的 對啊啊 露營很方便喔 因為你們已經搭那個天幕了嘛 對啊 我這邊有個側邊障 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自己如果開車去露營的話 我就會... 拉開這邊 你如果想到自己的空間也可以啦 我們要自己空間啊 好那你就... 我們都不用搭了 好啊 因為我們都不用你準備好 我們還帶著廚師 我知道啊 所以你就... 好那你先暈一下 你準備一下 你等一下好了以後 去我們那邊 啊我們帳篷基本上 我們都有隔好那個安全距離 所以等一下用餐的時候 可以脫口罩 那我再跟你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你的躺平 是這行的躺平 還是全部都躺平 前面沒有吧 不用這邊躺平就好了 因為你這車夠長 可是你這樣睡 你腳不會伸的直嗎 伸的直 好 早起 我禮貌喔 打招呼 他... 嘿嘿嘿 嗨 他感覺有點惶恐 說你們是誰 我知道啦 他今天是莫名其妙被我帶出來 哈哈哈哈 好啦你先忙一下啦 你等一下好了再過來 我剛剛想說是誰的椅子 他的椅子看起來太舒服了 沒有 但以安全距離來說 我要讓他跟酒近一點 我要把他椅子移到這邊 他跟全部的酒在一起 他跟全部的酒在一起 太完美了吧 他想喝什麼就喝什麼 高山正boy說 現在要教大家玩一個喝酒遊戲 來你請說明 這遊戲是金輪的朋友教的 在台東的朋友教 這個叫動物街樓 就是你只要發出一個聲音 然後我們這樣輪流 但是你要持續一直發出聲音 就是譬如說好我現在 來先 這樣啊就要自己持續聲音下去 每個人不一樣嗎 每個人要不一樣 那如果又輪到你怎麼辦 再換一個動物的叫聲 那勝負怎麼分 只要笑出來就輸了 那我們試一場 我們試一場 你一定會覺得很難笑出來 我覺得我不知道 那我們先試一場 那如果我不知道 你叫的動物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問我 如果我解釋出來 合理的話 就過關 懷疑錯的人就要 就輸了 對 就喝酒 那我們這場先不喝 我們先試好不好 而且我們還在等別人做飯 我先喔 那我這樣輪喔 好 好我想一下喔 三小等一下 這什麼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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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踏啊 欸你說個過去 那如果我混完以後 你解釋了完 就沒事 還是我要喝酒 沒有人那麼快就會懷疑人了 那你再一次 對 玩這遊戲不能有心機 A企機 Hur��루 A企機 Wang Wang B sigu B kweli 好呀笑了笑了笑了笑 ��係 收 shout 等一下 A企機是 A企機是猴子 而ulation esta母猴子 bits 超 hop 要玩 打從 對啊 阿吉吉 忘忘 阿吉吉 忘忘 忘忘 無吉吉 嘟嘟 無吉吉 嘟嘟嘟 笑了笑了笑了笑! 無吉吉是什麼 等一下 阿吉吉 是 阿吉吉 是猴子 而無吉吉 是母猴子 這好玩 好不好 對啊 這都不要拿沒准 這遊戲 這遊戲哪來的 那個台東看我教的 我很好玩 我那時候十幾個人 我很吵 十幾個都動物這樣 一直連續叫這樣 試一次 再一場 沒有 我剛剛以為不會笑 但我發現 你在騎中的時候你會發現 到底在幹嘛 十幾個人最好笑 好 那再一場 啊 他笑了啦 輸了啦 不是 你知道我是什麼嗎 你是什麼 我是溺死的魚啊 這根本不是一個遊戲啦 這是遊戲啦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好 再玩一把 再玩一把 那我先 我先 我先 你剛剛發出聲音了 我剛剛是打嗝啊 靠一下 自己桿喔 好 我先 我先 咕嘢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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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他媽的那是什麼動物 我在 被嚇到的 被嚇到的星星 哈哈哈哈 你是在Range 太廣了吧 為什麼 太廣了吧 我 我先吃飯 我不要玩這遊戲了 看 Piazza 嗯 你這個 你要不要改行座 流浪露營外會廚師啊 不要 呵呵 我很賴 你先拿點餐具啦 我很賴 給我吃牌味配 但 好吃耶 我不吃牌但好吃耶 超好吃 抽不了 今天的月亮太漂亮了吧 就是很像一個 霧的燈很美 剛剛流浪露拿他的行李箱 就是出來 他說他 我沒有帶碗耶 碗在哪裡啊 結果他先拿了一個東西給我說 啊我找到了 他拿象棋給我 呵呵 不是他就問你們露營不會下象棋嗎 呵呵呵 誰露營不會下象棋 為什麼 我們剛剛在聊這些東西 我們剛剛聊一聊 我想說這好像是可以拍 因為我們只是在閒聊幹話而已 就是 我們在講說 我們身邊的原住民朋友的酒量 有多猛 多屌 多神 因為我之前主持一個 呃活動 街舞活動 然後是我們一個 我一個前輩 然後他說他想辦街舞活動 在他的家鄉 在他的家鄉辦 然後就是很多他們的 親戚啊 朋友都來玩 然後我們現場邊喝小米酒 邊尬舞 然後我邊主持 我已經是 直接吐在田裡了 對不起 我吐在田裡 我真的受不了 然後 所有各地來的 所有的死都市人們 全部被原住民的朋友們 幹到爆掉 你吐在田裡 我吐在田裡 對不起 難怪那天 我在吃飯的時候 有吃到一些 白癡 我跟一隻媽 那個七八年前的事 你沒有那個幹話 哈哈哈哈 然後剛剛那一隻說 他前幾天 朋友來找他 台東的朋友 你自己講 我們剛去台東錄那個 去金輪錄節目 剛結束 然後在那邊認識了一群 當地很幫忙的朋友 剛好前幾天來台中玩 我帶他們去見識一下 七合一 結果我把自己玩壞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不要隨便 就是給人家喝七合一 我覺得 我想在那邊 奉勸各位就是 那個酒不要喝太多 就是小小沾一點點就好了 當天啊 我已經先講說 我不要喝這個東西喝太多 因為我們後面想拍車 讓你一直一壺喝完說 這沒事啊 可以第二壺啊 我們當天喝了幾壺 沒有我現在學會 己所不欲物施於人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飲酒適量 未馬18歲 請勿飲酒 也不要高估自己的酒量 我們吃主飯 真的很好吃 有人想跟我們玩動物街龍 他們在玩的啦 我為什麼一直在玩 等一下啦 哈哈哈哈 外面的 外面的沒有想玩 外面的沒有 貓在哪隻啊 然後蹭起來了 真的很好吃耶 其實他們不是貓 他們是那個 你不要亂講話 沒有 他們是狗 是隔壁的 他們在玩動物街龍 是隔壁的那個 我在學貓叫 隔壁的錄影課 然後全部在玩動物街龍 對啊 全部在那邊不要叫 哈哈哈哈哈哈 他到底在講什麼 在吃飯啦 我們剛剛吃了 Peter超好吃的豬排以後 然後我們就在聊天 然後 聊天主就在分享說 他們前陣子拍 實驚秀的事情 然後他講的東西 我覺得很酷 可是因為我現在不方便說 是因為節目還沒播出 但我覺得大家之後 可以關注那個 那個 他們拍的那個節目 因為 他講很多 原民精神啊 然後 很多很酷的 DETAIL 我覺得大家之後 可以注意一下 但我還是要 回來我前面講 你不是有個遊戲要教 這遊戲叫 故事接龍 你要先 假設 我今天 上來露營 我得了高山症 然後你就要接下去 那怎麼判定輸贏 接不下去 就輸了 對 或是笑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設定一下懲罰吧 你可以喝了吧 小喝 小喝 嗯 輸的人一大口 我們今天就不給單位 就是輸的人就自己一大口 好不好 好我先我先 好 從前從前 有一個老人 他已經獨居了 將近30年之久 他在一個山上 然後 然後他就有一天 換你 換你 換你喔 換你喔 你也要玩喔 他就有一天在一個河邊 看到一個桃子飄下來 他就把他抱回他家 好接下來 當他把桃子抱回家以後 打開 發現 裡面是兩顆橘子 換你 喔 是 欸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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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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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輸了 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是橘子 好 那 皮特長你先 好 有一天 恩錫峻去台中的街上 走著走著 遇到的廖電子 下一位 然後我就假裝不認識他 廖電子又往前走一點 遇到了便利商店 他就買了一杯酒 轉回去追上他 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認識這瓶酒的名字嗎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你就要喝兩個Shot 而錫峻覺得這一切 太過荒謬了 他就打給他的朋友 Peter說 欸 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換你 It's good to drink 笑一位 啊又要笑了 等一下 你輸了啦 他先笑我才笑的啦 一起做點笑 我想說到底頭髮在講 我喝一大口 我喝一大口 有一天 班尼去到了高雄 他就想說 今天要去哪裡喝酒 他走著走著 他突然看到了 廖電子 牽著Peter的手 可不可以 不要一直都是我們四個的故事在圍繞 你不要管我 廖電子對著班尼說 你今天真美啊 下一位 班尼就回我說 It's good to drink 然後這時候我就突然轉頭 對Peter這樣 Peter說 你一聽看到就知道 哈哈 我輸了 哈哈哈哈 你輸了你笑 你輸了你亂講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先 好我先 旁邊貓打得很激烈 對 旁邊的貓打架打得很激烈 這很戰鬥喔 這隻貓一定偷吃 三下偷吃 回來被抓包 下一位 然後 回來以後啊 就在吵架 吵這件事情 我們假設這隻 橘貓跟那隻虎斑 橘貓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三下投資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我們感情上出了問題嗎 下一位 橘貓就回答說 其實不一定是感情出了問題 有時候 只不過是我們之中的愛情 淡了 橘貓深深的看著這隻虎斑貓說 不然接下來 你希望我們可以怎麼抖下去換你 那我們就來炸個豬排吧 那虎斑貓就說 那我們等等就去買肉吧 下一位 這隻橘貓 他們跟那隻虎斑貓去買肉的時候 就回想起他們小時候的故事 他想起他們出生的時候 後來發現原來 他不是被他媽媽生下來 他是那個 一個老先生 在溪邊撿石頭 撿一個頭子打開的時候是 橘子 原來當初的兩顆橘子有一顆是他 讓他回想 回想起 當初原來另外一顆橘子 是他的弟弟 他就轉向跟虎斑說 當初我去山下找的 並不是我的外遇對象 是我的弟弟 下一位 我真是很屌的這故事 幹怎麼在說笑喔 等一下 我們又接回前三題是怎樣 等一下好 我輸了 沒有我剛剛老在蹲掉 我想說 幹很屌耶 又接回了前面耶 這遊戲 比我想像的深度 沒有我們現在玩是比較弱的 你要強的玩法是你要講很多 那種劇中劇的那種感覺 我喝了 我喝 我輸了 我喝 這遊戲超幹的 這遊戲幹都爆掉了 這完全無限上綱 只是單純在看到底人消 但我說實話 這遊戲 還好玩 還好玩 我跟妳講 其實還好了 很會講幹的人很強 我們現在還在等吃了嘛 然後我剛剛在做家定室調酒 調一調 調一調 然後 家定室就說 不然 妳要不要 發明一杯酒叫做 料淨制 我說幹 他媽的第二次 料淨制 不是啦 我就說妳 妳不是在喝淨嗎 對啊 我說妳有沒有一杯酒叫NC淨 有有有 妳說有嘛對不對 我就叫妳幫我發明一個 料淨制 料淨制 你的第二次完全不是淨 是賤 是啊 這太牽強了吧 料淨制 來喝了一下 喝一下 料淨淨 你可以喝了吧 喝一下 麻煩這樣 你幫我調一杯 料淨淨 你不要以為你帶狗 我不敢拿酒剝你 湯 來不湯湯啦 炸雞 叫錯狗 那名就雞塊 炸雞啊 沒有人叫對 炸雞 炸雞 不然你調一杯炸雞 炸雞 好久不見啦 好久不見 vide 要啥 你們考慮開一些完 lookin牛雞 我们的東西都沒有講到現在 講到現在 沒有想過錄音 Royston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好好吃喔 汁 小飛 張子秦你錄了那麼多吃 你想這東西真的是錄影來講是好吃的 我知道 剛才的主麵我還是要再Respetto吃 剛才那個主麵這個是 你直接在台北開店賣我都過了 錄影就是要這樣 就是這麼爽 對不起 我的錄影就是這麼爽 有人帶遊戲 有人...有人... 有人做菜 然後我會... 很習近 但是說 他慈星秀的時候有學到了一些 就是台東的朋友教我們 不是不是 這是第一季 我們拍第一季在蘭嶼嘛 然後在那邊他們說 這是蘭嶼的後山喝坊 那個叫做... 米雪鳳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第一次被這樣Q鏡頭耶 這就是米雪鳳 但是這個酒是買錯的啦 比例是什麼 我來跟你講 比例就是 這樣 根本他媽沒比例吧 看你當時的狀況 就是你當時如果 想要喝多一點 那就加多一點 你要給我好喝的 你不是要讓我喝醉的啊 好喝啦 這不會喝醉啦 然後雪地 我... 剛剛還去找這個鳳梨罐頭 我跑了好幾千甘巴店 想喝的比較高級 你可以自己去買真正的鳳梨回來 回來那個... 回來自己 削啊 自己夾進去裡面 這算是一個比較... 比較浪漫的喝法 米酒加雪碧加鳳梨 還有一種叫米卡農 米酒加... 波蘭咖啡 我還米咖啡 真的米卡農 然後再加果農 果農你喝過嗎 果農牛肉 對 很好喝 就有點怕 我現在有點怕 你看 喂喂喂 然後加一點這個 讓它有一個甜味道 然後一定要放鳳梨 用台灣的酒調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很好喝 好喝啦 相信我 但是米酒錯了 不是這種米酒 好喝 好喝對不對 認真嗎 認真 認真好喝嗎 而且我覺得用這個米酒可以 但我沒有用這個米酒調過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跟那個的米酒的差異 說實話 是滿好喝的 對啊 是一個很粗魯很暴力的好喝的東西 對啊好喝的啊 我覺得我今天晚上完蛋 不會啊 你... 你知道要怎樣喝它才會更好喝嗎 一口喝完 大家想看啊 大家想看啊 有人一直趕到死 其實我不義務施育了 你就是施育我啊 太冰了 好喝 早上起床 Peter就幫我們煮了一碗熱湯 雖然說現在很熱 但是還是很爽 而且露營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趣的點 是在它會改變一下 你的當天的生活作息 因為像我們昨天就是中午到嘛 然後我們11點多就去睡覺了 因為早上會被熱醒 然後我車一個人不是停那裡 為什麼我車不見了呢 因為我的帳篷在那裡 太陽的方向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只有我本人 早上6點優先被曬行 然後其他人都還在陰涼處睡覺 所以我就把我的車 開過去旁邊 然後我就去睡車上 開冷氣 很爽 不然早上起來那個真的很涼 你那個很爽有一點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但也只睡了一下下 因為還是很涼 不管怎麼說還是很涼 沒事啦 這是我們的造成 我吃第二份早餐 然後廖彥智剛好夜夜起床 雜雞變小隻了 雜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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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雞在那邊你看 你可能拍不太到 還在車底下 早上起來我們就是 在休息到中午在幾個 我們徹底休息到退房時間 然後等一下也沒什麼重點 大事不上 就是我們就 就這樣了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錄影的系列 我們下集見 喔 露營完回程的路都會覺得 特別的 漫長 而且 因為我們要去高山露營 所以那個山路都要開個一個小時 右轉 我知道右轉 謝謝 然後回去還要收東西 這其實是露營完以後 比較討厭的一個泡 還要清理你的帳篷什麼東西 還是回去還是要面對啦 好啦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按讚 去我們非洲按鈴鐺 去我們YouTube按訂閱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吃得喝的 早死了 或是錄影的事情 歡迎來信來訊 跟我說 下集見